藍衣眼睛南場經店內 朝店長一面走過去 不管三七二十一 拿起桌上玻璃杯狂砸 店內還有其他客人 拳頭嚇傻愣住 男子轉身就要走 大火氣不過將他拉住 沒想到他情緒更加失控 徒手朝對方臉部 腹部瘋狂揮拳攻擊 店長痛到爬不起身 男子這時頭也不回大步離開 脫序場面讓店家驚魂未定 我們今天店長沒有上班 我們現在就讓他在家裡休息這樣子 究竟什麼深仇大恨 巴德路一段少某間書店店長 他發文指控 這名25歲靈性男子 是剛應徵來的攻讀生 當天不滿被店長指證工作失誤 上班到一半當場提出離職 隨後返回書店砸玻璃杯大搞破壞 店家報警要求男子留下 男子轉頭殴打店長好幾拳 造成他眼球紅腫瘀青 憤而提告傷害 居然後續一傷害罪前 一請台北遞檢署承辦 男子雜電當下 也害自己手指割破流血送醫 不管什麼糾紛 動用暴力就是不對 將為自己行為付出代價 記者央七號范亞橋台北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